有沒有任何單位來跟中華電信 申請了手機的這個電信信領資料 沒有 都沒有 那誰可以去來 那誰可以申請電信信資料 國民黨立委猛追問 因為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日前說透過手機訊號定位 分析出輕鳥行動群眾引發爭議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三號找來NCC 訴發部 中華電信等 要問出王毅川資料哪來的 NCC調查後三大電信業者 都沒有提供任何資料給王毅川 且數據分析都是去識別化 更無各資外洩問題 我們調過這些資料 合法的我們要配合提供 但民眾黨立委質疑 不排除王毅川 透過非法管道取得資料 那究竟資料哪來的 王毅川前一天這樣說 說什麼 國會改革 換你通過 你第一次要調查下去 你是在調查嗎 這個資料只有機關 只有這個政府單位正式提出申請 他才能夠取得 如果未來這個國會聽證 跟調查權通過 能夠正式施行的話 我們也是希望邀請王毅川 這個執行長來說明一下 他到底是從哪裡 拿到那些相關的資料 那我才有利於調查說 是不是政府內部有人洩密嗎 國會擴權法案通過後 藍尾開槍要調查王毅川 三大電信已澄清沒有提供資料 藍營卻急著扣上國家機器監控 綠色恐怖等 難免令人聯想政治意圖